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老年人都会有停力下降的问题 都以为是年龄大了导致的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还有另一种可能 那就是肾脏毒素超标的表现 传统中医认为耳朵是肾脏健康的外部表现 肾脏好的人听觉也会比较良好 当肾脏出现问题的时候 就容易出现听力下降 耳鸣、耳痛等症状 特别是肾脏毒素超标的时候 这种情况会更加严重 众所周知 肾脏是人体排毒的重要器官 负责过滤血液中的杂质 维持体液和电解质平衡 很多人因为饮食 生活不规律 导致肾脏会出现问题 其中最常见的问题 那就是尿液浑浊 尿液的清澈与否 和泡沫有很多的关系 当尿液的泡沫突然增多 那说明尿中的蛋白浓度比较高 出现这种情况的问题 有可能是肾脏出现的问题 另外当我们的身体下巴斩斗 容易疲劳 眼角和角落浮肿 腰膝酸软、背痛、脱发等情况 也是肾脏多数 超标的表现 为了帮助肾脏排毒 很多人都会通过多喝水 来减轻肾脏的负担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排肾毒的方法 方法非常的简单 喝两次就可以排出成年的肾毒 我们一起来跟着视频看看吧 首先我们来准备10克的三肾肝 三肾被誉为民间肾果 它含有丰富的活性蛋白 维生素、氨基酸、胡萝卜素 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具有多种功效 被医学界誉为21世纪最佳的保健国品 三肾胃肝酸归肝肾筋 可以滋阴、补血、身经、润躁 临床上常用于肝肾阴虚、肾亏 导致的头晕耳鸣、木暗、昏花 关节不利、失眠、虚发皂白 都可以使用三肾 并且三肾中含有大量的乌发素 适当的使用一些三肾 还可以起到乌发、黑发的效果 三肾还可以保护血管 它当中的亚油酸和亚麻酸成分 可以有效地抑制脂肪堆积 还能够及时清除胆固醇 软化血管 预防血脂升高 三肾中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可以有效地大化射斑 并且还含有环同类化合物和微量元素C 可以提高人体皮肤细胞的抗氧化能力 有一定的延缓衰老的效果 接着再来准备10克的葡萄干 葡萄干含有多种营养物质 有很多功效与作用 常食用对人体有非常多的益处 葡萄干含有碳水化合物和糖分 它是一种理想的能量补充品 能够改善贫血 因为葡萄干中含有丰富的铁元素和维生素B足 能够帮助增加血红蛋白的含量 改善贫血症状 还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健康 因为葡萄干中的多酚内化合物 能够降低胆固醇 减少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 增强免疫力 葡萄干中的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能够增强身体的免疫力 减少感染风险 还可以促进消化 因为葡萄干中的纤维素和果胶 能够促进肠道蠕动 缓解便秘和消化不良 葡萄干泡水喝的话 还能起到强壮筋骨 因为从中医的食料角度上来讲 葡萄干泡水 性为肝酸平入肾经 对于肾虚所导致的腰膝酸软 腰腿疼痛 骨质疏松 虚发枣白 耳鸣 头晕的人 如果适当的用葡萄干泡水喝的话 能够通过滋补肾经 而有很好的强壮筋骨的作用 再来准备食客的枸杞 中医认为枸杞归干 肾经 主要功效为滋补肝肾 能够有效地帮助肾脏和肝脏排出读书 并且枸杞富含多种营养物质 其中枸杞多糖 它是主要的成分 具有护肝养肾的功效 并且能够增强肝肾的排毒能力 还具有抗癌降血脂等功效 俗话说 中年男人不得已保温杯中泡枸杞 很多人都喜欢用枸杞泡水喝 喝枸杞水 它是可以滋补肾脏的 而且对于肾的阴阳 都可以起到补益效果 枸杞性偏贫 这样对于滋补肝肾和一斤明目 都具有非常好的效果 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 经常服用 对于调养肾盔所出现的相关症状 都有很大的疗效 我们用淀粉水 把这三种食材清洗干净 淀粉它可以吸附里面的杂质和灰尘 把水洗至清澈就可以了 接着再来准备10克的黄旗 黄旗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以及维生素 能够帮助我们提高肾动力 加速毒素垃圾的排出 同时也可以起到滋补肝肾的作用 缓解肾脏虚弱等问题产生 帮助你养护肾脏 让肾脏更上一层楼 另外 黄旗还被誉为补气高手 气血是人的命根子 保证体内气血充足 才有利于维持 人体正常的功能运转 但是很多人出现气血不足的情况 这样也会降低自身的素质 所以坚持喝一些缓起水 能够帮助起到补气 养血的效果 促进血液循环 帮助保持年轻好气色 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食材 全部倒入养生壶中 再加入大约600毫升的清水 用花茶间给它煮上30分钟的时间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一个小红星对您来说 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 可以让我高兴的睡不着觉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 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 免费的小红星吧 辛苦大家了 其实我们的肾脏排毒时间 它是有固定的 就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 是肾脏排毒的最佳时间 在这个时间段 我们可以喝上一杯 可以帮助我们肾脏排出毒素 除了喝这个水以外 还可以通过慢跑 或者是快走的形式 促进机体代谢 帮助肾脏排出毒素 另外下午也可以采取 扭腰方式 也能够促进肾脏代谢 在生活当中 需要注意要多喝水 自当的体育锻炼 促进全身的正常代谢运转 肾脏为先天之本 肾的好坏取决于我们身体的健康程度 以及长寿程度 所以养护肾脏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煮好的茶直接倒入杯子里 晾着温热就可以喝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